今天做了好吃还不泡的闷菜 推荐搭配我的独家蘸料 味道很棒 好久不见 我是悠悠 选了一些我喜欢的根基类蔬菜 菌类 再处理一下虾 直接掰头扯出虾线 然后从第三节虾皮翻开 这样一拉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虾仁和虾皮了 给虾仁加一点点盐和黑胡椒粉 拌鱼腌制十分钟 不沾锅里喷上少量油 然后放上虾仁煎到变色 再把蔬菜倒上 顺着锅边加小拌碗水 盖上盖子最小火焖五分钟 然后再加点盐 蒜末和黑胡椒粉就可以了 接着是我的独家蘸料 孜然粉就要多一点 它是主要的味道 然后再加点生抽和水就可以了 咸淡暗积极的口味来 蘸着蔬菜吃 它能提味 还能保证食材本身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你们一定要试试 之前的视频没配音 听说有的小可爱 是靠我的视频催眠的 今天就给你们唱个催眠歌吧 Super Idol的笑容都没你的天 白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晚安